竟然发生了这个电视自动打开 而且播放新闻的大乌龙 学生就说在第二节广考是快结束的时候 教室里头的电视突然间打开了 全班的考生顿时是傻眼 而受到影响的考生大概有900个人 学生们握紧拳头大喊加分 他们都没想到考试考到一半 教室的电视竟然会自动打开播新闻 而且这样的乌龙事件 还发生在重要的大学指考考场里 我自己也都没写完 我还有听到其他考生有在叫 见考师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都手忙脚乱的 考生们议论纷纷有人吓坏了 有人甚至因为写到一半被电视声打断 连作文都来不及写 大学指考第二天台南新颖高中考场 竟然发生电视自动打开播新闻的乌龙 学生说当时是第二节国文考试 从10点50分考到12点10分 正当大家埋头苦血 实教室里的电视却在12点05分打开 出现马总统谈林医师的画面 吓坏所有学生 吓一跳 吓一跳 对对对对 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大部分老师都有很快去处理 就是找那个电影把它拔掉 因为那是自动控制 中央控制那边去控制 那可能因为昨天是礼拜一天 所以可能忘记把它关掉 虽然建考老师立刻冲上台拔掉电视插座 但大考中心统计该考场共有23间教室的电视同时打开 大约有900位考生受到影响 事件发生后已经向大考中心承报 但重要的大学指考出现电视打开播新闻的插曲 还是让考生们抱怨点点 追求来关张 台南报道 5次2号 RM 3号 4号 4号 5号 4号 感谢观看